我们的第三个片段是 踏天磨刀 鸽子云 临江之宴 献绿洲 四大民怨当中端宴为首 一是因为他问世比较早 写二是因为他知名度比较高 端宴的历史已经1400年 在唐代的诗文中 比较早描写端宴的是 中唐时期被称为鬼才的诗人李赫 所写的《阳生青花子时宴歌》 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可见当时采取宴时 是有在山的高处 从李赫的诗句来看 《时宫之巧》 还取决于或者说包含了石工采石 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危险 也非常的艰难 端宴呢 它是供宴 它又必须在产食最佳的水盐坑中采掘 但是水盐当中是常年积满泉水的 如果要采石就必须等到冬天 水位降低 然后组织人工 爬进幽深的黑暗的 而且非常狭窄的燕坑中 大家还必须拉着绳子三步一人 像接力一样 先要把水一桶一桶的递出来 一般要经过一两个月的排水 才能够接近厌食 然后还要以两人一组 一个人照明 一个人采石 再把采到的厌食 一个一个的传递出去 所以百姓采石 无疑就像在福苦意 因此在宋太宗年间 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施行的是霸端州控宴 有过这样的善政 可惜的是并没有维持很久 经过半个世纪 在宋人中庆历二年 庆历二年这个年份 同学可能会比较熟悉 因为我们学的岳阳楼记 是在庆历六年写的 写的醉翁亭记呢 是在庆历五年写的 那在当时 庆历二年的时候 事成包青天的包枕 担任了端州的支州 从此他留下了包公至宴的佳话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包枕在端州 他任满要返金 因为他清廉公正 爱名如子 所以老百姓 非常的爱戴他 也很感激他 所以许多人都愿意将自己家里 家常的这个端厌 拿出来送给他作为纪念 但是都被他一一拒绝了 但是他的家童包心 知道住人很擅长于书法 而且酷爱端厌 所以私下呢 就替他接受了其中的一方 不料包枕的官船 起毛后不久 忽然乌云四起 狂风大作 西江中波浪淘天 船不能行 包枕觉得非常奇怪 就赶紧命人到船舱当中去检查 是不是有来历不明的物件 这个时候包心忽然就想到 自己私自收下的端厌 赶紧拿出来 交给包枕并且请罪 包枕二话不说 就把这方端厌置入了江中 说也奇怪 刚刚还波浪滔天 刹那间风平浪静 云开日出 而且最奇怪的是 在包枕至下雁台的地方 长出了一块雁形的绿洲 这一块绿洲 就是现在西江的雁洲 一方端厌 在民间传说当中 犹如神石 他还能够分辨出善恶 居然还能导人倾振 雁台是文人默克的爱物 设宴与文人的渊源也很深 因此有许多大王豪 为之写诗 撰文 其中 宋代的苏东坡和他的好友 黄田坡和社雁的故事最为丰富 留下的文字也最多 苏氏曾经仿造韩语的毛影传 细写过一篇 叫万石军罗文传 也把龙尾燕拟人化 他说 罗文 摄人也 其上士 长隐龙尾山 苏氏在后文中 还写道 罗文 被汉武帝召见 分他为万石军 同学可能不知道 这万石军在汉代的官制当中 是对丞相 以及太尉 这样级别的人的封号 摄宴与人士的一种巧妙的结合 也能够看出 苏氏对于摄宴 是非常的欣赏 非常的珍爱 苏氏还写过很多 有关摄宴的诗歌 而且只要寥寥数笔 他就能够把摄宴的特点 非常精荡的能够点出来 足见他对摄宴喜爱之深 对他的欣赏和研究之深 苏东坡在孔义府龙尾艳明 当中写道 色不留笔 滑不聚墨 瓜夫而狐礼 今生而御德 厚而尖 谱而重 同学们有没有觉得 在读苏东坡的评价的时候 你仿佛能够感觉到 这个燕和笔 墨之间 它有一种默契 好像也能够感受到 这一方十燕 它的质地细腻 温润和可爱 苏东坡曾经说 我生无田 石破燕 他平生特别喜欢玩燕 传说 他在黄州时 想到灰州去采燕 正巧 他的弟弟苏哲 在灰州济西当县令 苏东坡就专程 从黄州赶到了灰州 一来呢 他跟弟弟的感情极好 想探望 二来呢 就是想采燕时 据说 当时有成千上万的民工 在几西的西门外 修筑藏笛 苏哲听说哥哥来 为了迎接兄长 一直到滴边的桥头 后人便把该笛 就起名为苏公笛 把桥 就命名为银苏桥 当时啊 文人 士大夫听到大书法家 苏东坡 到了灰州 就踏破门槛 纷纷向他来求字 求画 只不过呢 苏东坡感觉到 他所用的 他都是很专业 居然没有用到一方摄焰 觉得非常遗憾 他就说 平身自画为业 燕为田 如今到了摄焰的产地 却见不到一方好燕 汉野 苏哲很想让兄长能够如愿以偿 因此他就张贴布告 说愿意呢 以高价来购取摄焰 传说 正在修这个苏公笛的民工当中 有一位是曾经的厌务官 就是那个李绍威的后裔 叫李小燕 他就把自己看到 他看到这个苏哲 曾燕的告示之后呢 就将家里边祖传的一方摄焰 献了出来 哎呀 这下苏家兄弟太高兴了 因为他们见到这一方燕台 色如碧玉 纹理千兮严厉 柔弄细腻而滋润 就好像孩儿面 又好像美人夫 发墨如油 注水不合 苏东坡一高兴 他的诗性就油然而生 他说 罗细无闻脚浪平 半晚须壁浦云红 五窗睡起人出镜 石听西风 拉琴声 在诗的前两句中 诗人提到了 细罗文 脚浪文 和古西文 都是龙尾石文当中的美文 苏东坡真是挺龙尾艳的高手了 而且 在苏东坡听来 阎墨的声音 就如同拉琴的声音一样 婉转动听 可见 他对于摄焰 非常欣赏 对于摄焰的家畜 也能品评的非常到位 他对摄焰的评价 曾经说 燕之美 润而发墨 其他介于事业 然 两者相害 发墨者 必费笔 不费笔者 不退墨 二得难间 为摄焰 色不留笔 滑不俱墨 二者 得相间 在苏东坡的眼里 摄焰 他的价值 不下一端焰 他也认为摄焰是天下之宝 是厌院之冠 当然 钟爱摄焰的除了苏东坡 还有他的好友 大学士黄廷坚 黄廷坚为了求得一方龙尾焰 他还不畏艰难 越过崇山峻岭 步步穿云 到龙尾 他还辉好 写下了 燕山行 除了这两位 还有南唐后主李玉 他也酷爱龙尾焰 他曾经将龙尾山焰 成心堂纸 李廷归墨 三物 并称为南唐的三宝 为天下观 燕台与文房四宝当中的其他三宝相比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除了实用以外 还可以成为雕刻的艺术品 他还能够体现出 他的艺术的价值和欣赏价值 燕之所以 他能够成为雕刻的艺术品 是因为他集 诗书画印 金石 文字 等等艺术 能够把它融为一体 下面我们给大家 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这个艳雕